女人愿意把这三个宝贝给你,一定是真爱你,你知道吗? 女人爱不爱你,就看她愿意给你什么样的东西。 如果女人心里宝贝的三样东西都可以给你,那么她一定是很爱你才会如此。 这三个宝贝,你是否从你身边女人身上得到过? 第一个,女人非常金贵的时间。 当女人爱你的时候,那么她的时间就很愿意给你,让你感受她给你时间的幸福。 但如果女人不爱你的话,那么这时间在你身上就会显得特别金贵。 能给你一点时间都算是女人给的最大限度。 第二个,女人平时只注重自己的经历。 当女人在爱你的情况下,以前她只关注自己的经历,就会逐渐放一些在你身上。 有可能在你身上的经历比她自己身上的还要多。 女人能给你自己的经历,也同样能说明她爱你的程度。 若女人从来不会把经历放在你身上,从来没有为你考虑过,那么她一定是不爱你才会如此。 第三个,女人宝贵的身体。 女人能为你付出这样东西,那么你就不用再考虑女人爱不爱你。 因为在女人心里,这样东西会被看得很重。 若女人不爱你的话,那么你也休想得到她的身体。 当然有的女人会很随意地付出自己身体,但这样的女人却并不是你适合生活的女人。 因为这样的女人能对你随意,也能对别的男人随意。 这三个东西若是女人可以给你,那么她一定是因为太爱你才会如此。 在你身边的女人,有没有为你付出这三个东西? 也足以说明她对你的爱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